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静坐就是一个方法 能够让自己心静下来 不浮躁 不被这个事件的种族 不被自己的情绪 自己情绪就是谈成吃蔓延 外在的就是诱惑 被内外境转 内外境一变 自己心就晃动 内外境一变 你还能保证人家其他人 这个世界不变吗 但人家其他人这个世界 不管怎么变 你心如若不动 还住在那儿 活在自己这儿 有一个底线 做人的底线 保持住 然后慢慢去 然后看清点是 一定要了知 实际上因为他来这个世界 使命是什么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说了什么 他来了 他四十九年 转来转去 不断的 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了解 他要告诉你啥 你了解了这一点 就差不多了 他不是来了 说了几步经 让我们诊下来 抄着每天念的 他是让你听懂 一个人说话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懂 不是让你说 哎你给他录下来 记下来每天念钞 这是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发现那个经典好像要读 好像才能懂一点 看好像看不懂 这么长时间 很无量的 无数的人在讲 讲这一本经典 你可以找到很多百母的讲解 我们能够了解这句话 什么叫波罗波罗蜜多的 波罗波罗蜜多 你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渠道很多 并不是你看不到 是你根本就不去了解 但问题是 可能很多老师讲的不一样 就会起来这个问题 你去修啊 是不是 你总有一个是你信服的 你没有办法去界别说 哪个老师是最好的 是不是 因为你活着的老师 你也界别不了 因为我们还没到佛的智慧 那最起码假如走廊的老师 有些老师是公认的 大司机的 是公认的 一般还不会讲错 就算讲的不透 不能欠你的根基 但应该还是差不多 如果你看到不是很懂 那你过来可以给大家讨论吗 假如说 你觉得有一位大师说的 你很信仰这个大师 但他讲的东西 你还是没听懂 那你可以过来 比如我们俩去讨论 你说这句话他这样说 你说对不对要什么 那我会谈我的观点 毕竟我修了二十多年 走到前面了 那这都是解决办法 最重点是 你是关注这件事了 关注这个经典 我想搞通他 你要想搞通他 绝对能搞通 不可能搞差不多吧 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么多经典老师 我们能不能读到王 就那么多本书 不是不是 你现在公开的 就是你能找到的 就是大家共同学习的 也就那么十几本 不是说让你三十二十二不去看 大招这些 就那么有法华 能也啊 就是约绝 一般看到还有金刚经 心经啊 就这些 还有就是 有些华爷啊 能且啊 就这其实就维摩节 就这些 常见的事情 你设定一下就行了 好 说的都一码事 好 这是不同角度 对啊 看都看不懂 最起码得看一遍吧 你说 对 看不懂 一遍没看过 对 看了一半不行了 都不想去了 对 看了看睡觉 看不下去 是我也有这个提 我当年开始读经的时候 也是 哈 这样翻的 逐渐实在都不下去了 就绕过去了 后面的 也会这样的 就是觉得 哎呀 怎么哭着不知道说什么 说说说说说 用了要睡觉了 就在做 而且还是觉得 哎呀怎么反复的说 这句话上面说了 又说又说又说 又说 就觉得很累 这样都读 因为你是现在 你都看完了 就现在说 你对佛经刚开始 后来习惯了 这种语法 觉得哎呀 应该多说两遍 多说两遍 就是你都习惯了 啥是认知 就是你改变了 你觉得 哎慢慢慢慢在读经的过程 就发喜充满了 偶然有一两句 真的留了 其实不是全留了 偶然一句两句 哎呀好像跟我这两天 休息对上 对上了就啊 觉得很开心 一开始休息都这样 嗯 就是随着你的修正 慢慢慢慢 你就越来越知道很多 嗯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看懂 看不懂 就是大声的读出来 实际上说 因为低声的读 还看不下去 对啊对啊 所以我都看到眼睛 头大 嗯 甚至有的一段 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它截过去 就读后边的一段 嗯 就这样看 现在读了 好像还有一点感觉 你要是看的话 有的看完了 有的看完了 也没 脑子里糊涂 就像江湖 说啥呢 没想起来 有读下也不会管他 对 读那个经典 读那个经典 我来知道 这一段视频 说啥呢 不满